为了鼓励全球提高环保意识以及投入环保行动 教育部特别编撰了永续发展目标教育手册 希望借此帮助学校认识国际各项的重大议题以及永续发展脉络 而在大都区的瑞景国小六年级的孩子 他们就主动向老师提出希望针对议题来做探讨跟专题研究 透过分组合作制作PPT与立体专题作品 并向全校师生解说分享 落实关怀万物的永续行动 孩子们仔细地说明自己的作品 内容不是吃喝玩乐而是关心环境永续 在大都区的瑞景国小六年级的孩子们主动向老师提出 希望针对联合国永续17项议题做探讨及专题研究 透过分组合作制作PPT以及立体专题作品 向全校师生来解说分享 我当初会设计这个主题是因为呢 我发现这几年来生态都一直受到威胁 地上都充满垃圾 而且有很多山上的植物他们都已经不见了 都光秃秃的 我会选这个是因为我觉得男女要平等 然后我学到就是不能对父女有不好的歧视 像是同婚强迫结婚等等 那我做的是棒秤就是指男女要平等 不可以有对某一种某一种人或是女生或男生有歧视 瑞景国小六年级的两个班 共计三四名同学共同采取这项计划 透过两个半月的讨论以及分组合作 同学们针对自己感到兴趣的议题 上网搜集相关资料 从回收的物品当中 找寻材料 制作立体专题作品 一步步建构环境关怀意识 一开始呢 因为我们学校一眼望过去就看到说 就是有火力发电厂的烟囱 所以我们就想说 让孩子们去关心一下环境议题 或是我们联合国关心的一些重大的议题 然后所以我就有现在的这样子的课程 然后我们当时在发想的时候 就只是让孩子们想说去关心了解一下 原本是以海报的形式 但是后来呢 因为有一个小孩他做出了一个 就很立体的 就像这样 就是一个初步的构想 然后我就想说 他们做得很好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样 看着学生们的作品 连老师也感到惊艳 校方也希望能够借由相关的课程 带动环境教育发展 文克刚素养导向的内涵 让师生有更多元的机会 与国际脉动 靖阳中环台中常报道